画面中的人叫曹兆伦 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他来到北京已有11年 5年前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近日他在公司里向中心社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曹兆伦的创业项目是便民储存站 每个月花两三百元就可以在他的公司租用一个仓储空间 放置自己的私人物品 他告诉记者便民储存服务起源于美国 他也曾选择在香港做类似项目 然而遭遇失败 2008年机缘巧合来到内地工作的他 发现内地的这一领域还是一片蓝海 于是萌生了在内地重启事业的念头 我们在国外可能看到一些商品一些服务 在国外成熟的可以我们把它引进到回来国内 要做一个事业 或是我们也可以结合在本地的生活经验 看到怎么去解决问题要形成一个新的商机 新事物既意味着机遇也可能带来不理解 有人认为内地居民住房相对宽敞 便民储存没有市场 家人朋友也不理解他为何要放弃高薪工作选择创业 而最让曹兆伦苦恼的是投资人客户对便民储存概念的不理解 曹兆伦说面对这些误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储存站做出来 通过展示实物获得客户和投资人的理解和信任 因此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几乎没有休假 虽然辛苦 但当他看到自己的产品被人们渐渐接纳 内心还是充满了幸福感 我们有一个用户他给我写了一封电邮 也是一封感谢的信 他说我们的产品来得特别及时 刚好了他妻子怀孕要准备生小孩了 他需要去把自己的储物间 原本放衣服的空间把它改造成为一个 给他的丈母娘还有阿姨去在里面居住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鼓舞的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如今曹兆伦的储存站在北京已有20个网点 约有2万立方米的储存空间 在内地其他城市还另有18个网点 并且还在继续扩张 他还率先引入了微信来对仓储进行操作 他认为内地移动支付的发达片节 也给他创业提供了新思路 我觉得这是大的趋势 所以在移动互联系以后 人的生活的方式进行了改变 就是我们跟手机的产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出门可以不带钱包 但是不能不带手机 除了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曹兆伦也越来越习惯并享受在内地的生活 我觉得在北京的那个粤菜很丰富很多 你要找好吃的那个粤菜会有 你要找好吃的那个西餐也会有 你要找好吃的那个日料啊烤肉啊都会有 所以我在北京就是一个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内地给我比较惊讶的地方是 我感觉到我遇到的人 每个人都是很上进 很有创业心 也要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的 曹兆伦说他曾在新加坡英国都居住过 他感到相比其他地方 北京有一种蓬勃的朝气 让他深深爱上这座城市 全世界的所谓的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城市 当他们到了一定的点的时候 就会进行一个凝固的状态 现在这个环境是我们最难得的时间 国家稳定繁荣 经济高速发展 这个城市每天在发展 每天都是充满活力 每天都是有新的机遇会出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